i16發佈倒數兩個月 瓶蓋股壓爆哪幾檔 鴻海旗下的最重要哪一檔你知道嗎 就是真頂 他做PCB的 他除了資源AI部分的話 那他Apple的部分 他也會相關的都有支出 那另外的話 泰國廠的部分 下半年量產已經開始了 所以這一塊會貢獻他營收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看到他六月份營收已經開始大幅成長 三成了 那接下來下半年會越來越旺 那越來越旺的狀況之下 股價就不會寂寞喔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Bella 今天邀請到輪源頭顧的王春聖分析師老師好 大家好 i16傳出要與AI合作的消息 引發市場許多討論 甚至有人說 一顆蘋果就AI這樣子的口號 那瓶蓋股之前沉寂了一段時間 現在有哪些瓶蓋股可以留意的呢老師 因為瓶蓋股之前都受到利空了 因為中國禁止蘋果了嘛 所以銷售量就開始在差了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iPhone 16今年要導入什麼 深層式AI 那之前的舊機種可以使用嗎 沒辦法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會引來一波換機潮 那大家可以特別注意 光學鏡頭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注意 大力光繼續在創新高 它是不是蘋果裡面的概念股 沒錯 所以它已經先行指標已經在動了 但是這些股價非常的高 大家可能不想去買 但是沒關係 我們還有其他的股票可以給大家 我們先來看一下 蘋果這一波從4月中期開始漲 到今天盤後為止 漲幅已經拿到多少了 將近4成39%非常的高 而且還持續在往上拉 所以你看NASDAQ是不是持續在創新高 沒錯 所以一直漲不完嘛 那深層式AI導入之後 很多手機都要換新的 那相關的供應鏈一定是往上噴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加權指數的部分 之前一顆蘋果救台灣對不對 對 現在不只是要救AI而已 台灣繼續給它救下去 但是大家要想一件事情 昨天台股震盪非常大 500多點 大家都很害怕 但是有沒有發現 蘋果的最源頭也是需要台積電的 不管是AI還是蘋果都需要台積電 所以你看台積電繼續走強的話 台股就不會掛了嘛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成交量的部分持續在放大 根本沒有死掉 如果今天量開始在縮的時候 而且又巨量長黑的話 你要特別留意 但是昨天有巨量長黑吧 根本沒有 縮個十字線而已 一個換手 那今天成交量開始在縮了 我們現在是盤中在入 所以成交量目前為止 才將近3000億而已 所以還很好 很良性的部分 那OTC的部分 漲幅落後大盤很多了 將近一成四 所以接下來就是中小型股要開標囉 我們來看一下 蘋果股有誰 紅海 紅海 因為它的量體是最大的 沒錯 那最大的蘋果是不是下單一定是給它 那它相關的供應鏈 待會再跟大家講喔 那紅海的部分 昨天創高來到多少 234.5%對不對 那我們的會員做一些調節 如果你有看老師的節目的話 你就會發現昨天我們就出脫了一些高成本的部分 但是低成本部分持續給它爆了 因為我們低成本部分到目前為止已經賺了七成了 繼續給它爆著 那紅海6月份 營收跟5月份比起來 是衰退了將近11%左右 但是4907億跟去年比起來是成長了16% 那整個上半年1到6月2.87兆的部分成長了將近4%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一個消費性電子事實上在往上 慢慢的再拉貨了 之前AI嘛對不對 所以紅海的毛利率一直在往上提升 那接下來營收開始加大的時候 大家想一下 獲利是不是走進營收乘以毛利率 對然後再扣掉一些相關的費用嘛 所以當營收跟毛利率開始往上走升的時候 紅海獲利就會開始 外資機構最高調升 紅海目標價現在是多少 300多塊 255 那更樂觀的叫做375 375還很遠 還要再等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6451的訊息的部分 那這一檔股票我們在6月19日 也有跟投資人這邊做一個說明 他除了是細光概念之外 也是Apple概念 那另外的話他還是紅家軍 所以你看這一波他漲上來之後 現在在橫向整理 我們來看一下他基本面的部分 6月份營收4.7億 成長8% 之前是衰退 你看第一季衰退30% 但是第二季開始好了 特別是看第6月 已經開始在成長了 那下半年如果拉貨潮開始在推升的話 是不是持續在往上 那第一季啊 去年是賺錢 今年是虧錢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最差的狀況已經過了 那他現金鼓勵啊 7月25要除息 2.46塊 即將要發放要加入除息的 可以留意拉回的買點 那另外一檔的話 4958的增頂的部分 那今天又在創新高了 151塊 但是我們6月19跟大家講說 才130多而已 他持續還在噴 那我們看一下6月的營收部分 107億成長31% 那第一季呢 沒有什麼成長 只有成長3%而已 但是EPS賺了1.03 成長94% 將近翻倍 所以是非常好的狀況 而且他下半年在泰國的擴廠計畫 持續進行 那產能繼續開出來 所以下半年他的營收會持續的往上 那大家想一下 營收持續往上 對不對 毛利率只要再繼續往上 對不對 如果持平也可以 那是不是等於說 獲利能力又要再往上 那獲利能力往上的話 股價會寂寞嗎 根本就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特別留意 整個蘋果的供應鏈 整個下來之後 第一個 紅海是最大的受益者 那接下來他相關旗下的 我們講的這兩檔 也都是紅海旗下的 紅家軍 所以這一些機會是非常高的 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哦 好 那我們謝謝我們老師的分析 記得要加入老師的Line Add 還有Telegram 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到實地擇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毆受 absurd 黑人 貓 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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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